嗨 哥吉拉的大嘴巴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這邊是新宿站 今天要帶大家去住一個 非常非常特別的飯店 大家都知道新宿這邊有一間 非常有名的地標在哥武基地裡面 就是這個哥吉拉 今天其實就是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間哥吉拉飯店裡面究竟長什麼樣子 它裡面除了一般的房型之外 它還有兩種很特別的房型 特別是那個哥吉拉房跟哥吉拉的景觀房 然後聽說哥吉拉房裡面非常非常的特別 景觀房裡面也是非常有特色 你可以看到 近距離看到在大樓上面的那一個哥吉拉的頭 非常的特別 所以想要今天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另外在這邊順便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最近在訂房還滿常看的一個App 它叫做Relax 這個App它還滿親切的 就是它除了有日文 中文 英文都有 所以在訂房方面比較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有中文可以看 另外據說他們有放在他們網站上面的飯店 全部都是他們所嚴選的飯店 就是他們實際是真的有派人去調查過 然後覺得放心 OK 他們才會放到他們網站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去下載 或者是直接上他們的網站去看看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帶大家去看一下 位於新宿哥武基地內的哥吉拉飯店裡面 長什麼樣子囉 走囉 其實我現在還滿心情有點緊張 因為其實說真的那個房間還滿少的 就是我今天所住的是它裡面只有一間 然後我看官網上面有擺了非常多 關於哥吉拉的一些周邊 造景等等的 究竟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然後它的所在位置也非常好找 就在這個哥武基地裡面這一大洞 好 然後進來他們飯店就是在八樓 這邊是它的八樓 這邊有一些電腦可以讓你說使用吧 然後這樣子過來看 它這邊有一整排關於哥吉拉的歷史 而且這個都還在Check in之前喔 放滿了這種東西 然後2016年 1718年的新作品這邊也都有 好 那我們現在去Check in囉 八樓這邊是他們的大廳 他們大廳很寬敞耶 而且那個你可以隨處看到一些小地方 都有一些像哥吉拉的擺飾之類的喔 Check in這邊還有賣非常多 關於哥吉拉的相關產品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他們能夠這樣結合飯店 跟日本的原主的怪物 這種感覺我覺得真的非常的不錯喔 哇 超帥的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Check in完了 我們還拿到了他們送的禮物 聽說這個禮物是住在這個 國吉拉Room裡面的人才拿得到的 而且它這個外面呢 我們帶大家去房間這邊 先帶大家看一下 外面這邊就是那個哥吉拉 哇 然後我剛才聽那個Check in的人講了 他說這個呢 這個哥吉拉呢 大約跟初代的哥吉拉的高度是一樣的 然後好像50幾公尺那樣的 50幾公尺的高 哇 哥吉拉的大嘴巴 哇賽 可以想像說如果我們要被哥吉拉吃掉之前呢 我們看到的景象呢大概就是像這樣 哇 這個哥吉拉真的太威力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房間裡面看看囉 OK 然後他們現在人超好 他們現在讓我來拍就是那個 哥吉拉 View Room 就是可以看到哥吉拉的那個房間 然後他說這裡面的一般的房間呢 跟這邊一樣 那一樁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這邊有一張床 然後呢 這邊有一張座 這邊還可以在那邊辦公還不錯耶 滿貼心的 然後這邊有電視 重點呢 最重要的就是 せーの チャー 哇 就在我們房間的窗戶外面耶 哇 超震撼的 然後下面有它的手 所以住在這個房間的話呢 你就可以邊住宿邊看窗外的哥吉拉耶 看一下它的眼睛超有魄力的耶 好 然後機會難得 我們順便帶大家看一下 房間裡面的內裝大概是長什麼樣子吧 像剛才有介紹過的 這邊是一張大的單人床 然後這邊有一個電視 然後這邊打開的話有熱水瓶杯子 跟最下面這個儀式加湿器的東西 因為日本冬天非常的趕早 所以要準備加湿器 然後這邊有兩個 插座跟鏡子 然後上面這些應該都是照景是不能開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他們的Information的小冊子 然後這個呢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是讓你夾褲子的 讓你夾出線來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 然後這邊有這個小手機可以讓你使用 然後接下來打開來這邊呢 這邊下面有一個電冰箱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旁邊這邊有一個燈跟插座跟USB孔 然後時鐘這樣等等 雖然說大家可能看到這邊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小 不過大家想想這邊是新宿 一集一站區 然後這邊有可以掛衣服的地方 另外它這裡呢 我剛剛偷看了一下 它的廁所是乾濕分離囉 對 這邊是馬桶 然後旁邊這個呢有一個洗手台椅 後邊這邊是浴室 它浴室其實還滿大的 就整個人可以躺在裡面 對 然後這邊有洗髮機 沐浴乳的東西 對 然後它這邊還可以讓你坐在這邊 以這個房間的大小 它這個浴室算是非常的寬敞 然後在洗手台的下方呢 這裡就是放我們關於我們要使用的毛巾 浴巾跟吹風機 浴衣等等 然後最下面這邊是放一個 我們所要使用的牙刷牙 或者一些其他的小物等等 其實真的還滿感謝他們飯店這個 就是還讓我進來拍這個 ゴジラ View Room可以看到 近距離看到哥吉拉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我今天所要住這邊的 只有一間的房間 ゴジラ Room裡面大概又是長什麼樣子吧 那我們現在就去我的房間來看看囉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哥吉拉房 它是在位於30樓 房卡長得像這樣 超帥的 我們一樣要先這樣子 感應一下它這邊就會自動亮起來了 我們所在的樓層 30樓最高層喔 ゴジラ Room 這個是只有 這一個房間才是使用這張卡的 OK 在這邊 我住的是3020房 號房 19 這邊還有房間嗎 在這裡 它只有這一間房間的 它的那個門的顏色是不一樣 其他的都是那種木頭色的有沒有 只有這一間我們要住的是黑色的耶 來 我們來進去吧 哥吉拉 Room 哥吉拉的房間 然後我們進來這邊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洗手台 然後下面這邊就是一樣是毛巾跟浴巾之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吹風機 然後另外呢 它這邊應該也是乾濕分裂的 浴室 它裡面有很多那個分鏡腳本耶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看說 原來他們之前所在拍電影的之前呢 所畫的一些讓人家參考的腳本呢 是像這樣子的 然後廁所裡面呢 免治馬桶的廁所 然後這邊是免治馬桶的按鈕 然後這邊有一個按鈕我還滿好奇的 對 我們來帶大家直接看一次好了 這邊有按鈕我按下去 超可怕的 大家看一下它把周圍 旁邊有很多像儀錶版的東西 我的指甲好噁心喔 變成這種顏色 然後 好酷喔 為什麼要上廁所上成這樣子啊 因為真的還滿特別的耶 哇 這個應該是只有這個 哥吉拉 Room裡面才會是有這種東西 好 那我們接下來帶大家去看一下房間裡面吧 哥吉拉 有一支完整的哥吉拉 而且它的地板超特別的 妳可以看到 這應該是那個吧 被破壞的大樓 然後哥吉拉跟這個 我們現在所在的 這邊應該是新宿吧 好特別喔 地板是像這樣子的設計耶 而且我剛才發現它的設計方面非常的有巧思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一支哥吉拉 其實它是半支而已 它是利用像這樣鏡子的原理 讓整支哥吉拉再現 對 所以說這樣子真的非常的省空間又有FU啊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來房間裡面了 將 這個就是它的房間有兩張大單人床 這邊還有一張桌子 然後有一個哥吉拉的大手綁 這樣整個穿過來耶 超威力 而且我剛才看到這外面的風景 也太可怕了吧 太犯規了吧 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超級漂亮的耶 哇 遠處還可以看到Skytree喔 哇 真的超級美的 就在我們的床旁邊呢 這邊有一堆關於哥吉拉的電影 就像我們剛才在一樓看到 它是 不是一樓 八樓那邊看到的 就是那種每一部他們電影的海報的黑白板 另外就大家看一下這邊 哥吉拉的頭蓋骨 哇塞 他們這個模型做得好真實喔 如果沒有眼球的話那就真的超真的耶 我都有點搞不清楚我現在是住飯店 還是住在博物館裡面 床頭的部分呢 這裡有漢底 這邊一樣是那種可以入免費的 可以讓你使用的手機 還有這邊有兩瓶水 這後面又有兩個按鈕 可是剛才飯店人跟我說呢 這個是只有入住者才能夠知道的小秘密 按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只有入住的人才知道囉 哇 這邊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我發現它這個電視 電視上就會顯示說 我會現在吃早餐的兩個地方 它一樓也可以 八樓也可以 然後那邊的現在混雜的程度 人多不多啊 這邊都會顯示 所以你早上醒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說 哪一邊人比較少 然後就去哪邊吃喔 然後他們這個電視有很多像是這種電影 或者是那種 ドラマ 日劇 洋劇都可以看 然後甚至也像這種 哥吉拉的電影呢 這邊也都有耶 所以來這邊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 好好的享受那個被哥吉拉包圍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來開箱一下呢 究竟在這邊住宿呢 你會拿到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因為這個房間是雙人房 所以說你會拿到兩袋的東西 然後基本上裡面東西都是一樣 只有一樣的東西不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開其中一個來看看吧 首先你只要來住這個哥吉拉房的話呢 你會拿到一個像這樣 這個應該是熱水瓶 那個保溫瓶 對 打開看一下 哥吉拉Mark的保溫瓶 保溫杯 保溫瓶 然後裡面就是一般的像這樣子的 空的東西 然後上面這邊可以開嗎 可以… 泡茶包 然後你可以這樣直接喝 就是它這個住在這邊它就會送 就除了我們一開始剛check in的時候 有一個金幣 我現在是請他去幫我在後面刻紙 那應該不是真的金幣 就是一個紀念的硬幣 然後明天早上我要check out的時候再去跟他拿 然後還可以拿到像這樣子的一個保溫瓶 另外還有 還有一個像是這樣子的一格東西 這個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然後它上面是寫他們飯店的名字 很酷喔 這個是那個 一個像這樣子的碟子 我們可以拿來裝醬油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背面 背面還有印他們這個Hotel的名字 然後另外還可以拿到 一盒這個不知道什麼 應該是有點像是那種 口氣清新的糖之類的 好 打開來 加 裡面是回…好可愛喔 是回文針耶 而且是哥吉拉形狀的回文針 哥吉拉形狀的回文針耶 然後它裡面是有很多個 這是一個回文針 這個不錯 我覺得這個好可愛喔 我在工作的人應該會滿喜歡的 而且你這樣夾在文件上人家看到的時候 竟然怎麼有哥吉拉的造型 超神奇的 然後另外一個 這是盤裡面還有附一個像這樣子的便條紙 它是可以折起來的 我們把它折起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然後裡面有像這樣四種不同的便條紙 然後我們可以像這樣把它折起來 折起來 再折起來 它就會變得像一本小書一樣 然後小書一樣 然後你要用的時候再把它打開來 還滿有心的耶 Mada Mada有 還有 另外還有附一支這個 哥吉拉的原子筆 所以它跟這個MEMO應該是一套的囉 我畫的哥吉拉 就是像這樣子它有一支筆 然後你可以用在這個MEMO上之類的還不錯 然後最後還有一盒東西 最後還有一盒是這個 感覺像是模型類類的東西 心速襲擊 然後它好像是說只有這個會不一樣 然後其他的東西基本上都是附的東西 內容物是一樣的 還滿可愛的 簡單的拼出來之後就是像這樣 還滿可愛的 你可以看到 哥吉拉破壞我們現在正在住的這一棟飯店的感覺 附帶一提第二人份的那個是一個像這樣子 它就是一瓶完整的哥吉拉 跟這個 哥吉拉正在破壞大樓 總共有這兩瓶是可以拿到的喔 好 以上這些就是你住這個 哥吉拉房會拿到的一些小贈品喔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豐富喔 嗨 各位 我現在又跑到這個露台這邊來看這個 哥吉拉的大頭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在這邊呢 能靠到這麼大隻的頭 這個 它焦了 哇 哇 噴水 超酷的耶 各位 現在非常的暗對不對 因為我有一個東西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就在這個窗戶的外面 大家知道新宿這邊其實是一個非常辦公區的地方 所以說這邊晚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超美夜景 對 因為這個房間是他們這一棟的最高樓 30樓 所以我們看出去呢 已經幾乎沒有比這邊還要高的大樓了 然後下面的夜景超級漂亮的 每次看到這個呢都會有一種惆悵感 因為那些亮子的燈呢 都是一些很新鮮的竿正在努力中 早安 大家早安 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然後我們的早餐可以選擇在八樓 或是一樓吃 我先帶大家去一樓吃吃看 因為那邊看起來講比較大 走囉 烤麵包機 你放不同的麵包進去呢 它這邊就會感應出 知道你放的是什麼麵包 這有點失誤 它寫白吐司 但我是那個全白吐司 對 全米 好 我現在已經Check out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在Check out的時候 拿到這個硬幣 對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在Check in的時候呢 它有幫我們印字在上面 大家有看到嗎 上面寫Alan Channel 沒有錯 而且沒想到住在這個哥吉拉房呢 它這個房卡是可以讓你帶回去做紀念 當然它會經過一些消失的動作啦 所以說這個真的住在哥吉拉房 跟住在一般房的感覺 體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次來住這個 哥吉拉飯店的哥吉拉房的一個簡單的體驗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覺得它裡面給我的驚喜的地方 首先就是它裡面的裝潢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有一個 哥吉拉的大大的手音在裡面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裡面還能夠體驗到 也雖然說我不能夠拍給大家看 可是就是讓我有一種 好像在做什麼遊樂設施的感覺 就是它那個房間裡面 所以大家 如果你是對哥吉拉有愛的的話呢 也不妨可以來這邊體驗一下喔 不過就我實際住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這個房間比較粉絲取向的房型啦 因為如果你是對那種哥吉拉 或者是你對日本那種特色影片呢 比較沒有興趣的話呢 你在裡面也許比較不會得到太多的共鳴 不過能夠近距離看到哥吉拉 真的覺得還是滿特別的一項事情啦 而且重點呢 只要入住哥吉拉房 你可以拿到非常非常多禮物 而且像我剛才那個像是金幣 硬幣一樣的東西 我們上面還能夠刻上你自己的名字 真的是非常特別 然後這個哥吉拉飯店 總共有兩種很特別的房 一種是我今天所住的哥吉拉房 跟另外一開始所介紹的哥吉拉View房 哥吉拉View房是可以透過RELUX這個網站去訂的 可是我所住的這個哥吉拉的房間的話呢 就只能夠從他們的官網訂囉 這點要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囉 好啦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 日本的一些飯店實際的住宿心得分享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來日本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另外這兩邊是我其他影片 還有下面這邊是阿倫頻道的所有 本來阿倫的遊戲頻道也希望不要錯過囉 那麼大家 再見囉 等你喔 對哥吉拉有愛的人 一定要來住住看哥吉拉房啊 真的超特別的